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政府的民情报告 记录了由人大831决定开始 去到12月15号清场期间发生的事 百多页的主体报告 加上千多页的附录 相信大家都未有时间深入研读 我们看了大半日 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统计 在主体报告连父录 老师常出现的是行政长官梁振英 有近60次力压一众学界领袖 男神女神和一众BB 学界当中以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曝光率最高 报告出现的次数 被登上了国际杂志的学民思潮召集人 黄之锋仲多 能够问顶榜首 主要是因为康在报告附件当中的事件簿当中 多次引述了占领人士的诉求 梁振英下台 但是如果大家只是看主体报告 就不会看到这一句了 因为在主体报告里面 只是用上要求行政长官下台的字眼 事件簿里面也罗列了梁振英在占领期间失言风波 包括接受外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 公民提名会令政策向月入14000元以下的人士倾斜 以及说宗教和体育界没有经济贡献都可以参与在选举制度中等等 加上各界的回应 梁振英三个字就好像滚雪球那样 在报告里面不断地出现 事件簿不单只引述了政治人物的言论 连当事人的感受也都收录了 当中就提及到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招勋 在电台节目上讲到警方施放催泪弹的时候感触落泪 政府一直强调这份报告是没有情感的 罗太这一滴眼泪可能就是唯一的例外了 不过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建制派人士在占领期间多次公开质疑 有外国势力介入占中行动的言论 事件簿就只是提过一次 在主体报告的事件摘要之中更加是不见蹤影 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释 民情报告是说香港市民的民情 泛民就将民情报告谈得一无是处 形容是三无一废 唯独是这一点就获得工党李卓人的加许 认为政府没有将没有根据的言论写入报告是做得对 字幕质用未了